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基本上都是这个常用字 这个气字虽然不属于这个常见的常用的一个字 但是这个网友已经提出来了 我们尽量的满足 今天就讲一讲这个气字的写法 我们先写一下这个字的规范的写法 这是这个字的规范写法 但是在古碑帖当中见到这样写的 有 是这样有 但是相对数量少得多 正是在碑帖当中所见到的气字 多数都是这样写 就是中间呢是个公字 不是一个犬字 这样写 这个字写的时候呢 没有什么难度 主要是这四个口的安排 它的阶体就是中间这横要长 无管楷书 星书都要长 只是到了草书的时候 中间换成短起来 突出重点呢 突出上边的和下边的这整体四个口 在这个楷书和星书当中呢 就是这四口写得要紧凑一些 把中间横探出来 让它做一个支架 看一下呢 就是它这当中的这些个间距呢 要准 要准 就是这个 要注意这个问题 所以这位网友提出这个气字来 表面看来呢 它挺麻烦 这么多的口 实际上呢 难度并不大 我再给大家写一下 有些笔画多的字 并不见得就难写 相反 有些笔画少的字 更要较量你的基本功 大家需要注意到这一点 这一长横啊 是看基本功的 写不好这一横 这个字就塌陷了 这一横是这个字的主笔 这个字呢 整体就是这样 难度不大 如果你想规范写 就中间写一个犬字 犬字呢 横长 撇和那 都缩比两个小短点 是这样 我再写一个这个字的 这个规范字啊 就是中间加犬字的 这要短 这点一点 下边呢 好把这个两个口呢 填出来 相比较均整一点 如果在轻重缓机上看 上面的两个口略轻一点 下边的两个口啊 就略重一点 而从左右看呢 左边的口略轻一点 右边的口略重一点 但是 不能有太大的宣差 太大宣差以后 就感觉四口不平均了 就感觉四口不平均了 但是用的力量上 要感到 下边比上面用力量 右边比左边用力量 心里有这么个竖 有这么一个轻重缓击的感觉 这就是那种节奏感 好吧 下面我给大家呢 再写一下这个字的新书写法 新书写法 也继续可以写个弓 也可以写一个犬字 但是在新书当中 多数的前辈书家们 不再加右边的一个点 也就是写成一个大 不再写犬 只要你能认读 无误 达到这一点 他就不再去写那个点 就省略了 但是点个点 也没有错误 我们先看一看 前辈书家多数人 是怎么写的 就是这样写 这个右边的点 已经没有了 再写一遍 大家看 这是一个基本的写法 所以我愿意 还写个弓字在里面 也未尝不可 还可以这样写 但是注意这个口的写法 口的写法 左边这个 比风向上起 这样起 挑起来 右边这个口 向下挑 然后 注意 还是这样 往上挑 往下 也是这样 右边的口 下方的口 尽量稍稍重一点 这个气字 没有太大的难度 只是把口字写好 注意口字 我单写个口字 大家注意看 我们当用诗笔写的时候 特别是在右方 下方出现口的时候 用诗笔 一竖 填死它 没有填死 留一点口 也没有关系 也没有关系 但是最后里横 注意 要用诗笔填死 这一竖笔探出来 右边里横探出来 互相咬在一起 注意这个 如果写一个偏旁 在左边旁的时候 注意 这笔是实的 虚的 一条起来 下面只点一点 这就是一种节奏 因为它左旁不是主要的 所以写出来是轻巧的 在右旁 它是结尾部分 或是重点部分 叫加重 下面用长横 如果左边 往外用一个点 就可以代替了 注意看 就这样 好 我们左边这个口呢 写一个 比较 完整的字 就是呼吸的吸 注意写这种字 上面要上平 集一字呢 先写撇 笔顺 不能错 好了 我们下面 开始跟大家讲一讲 关于气字的 这个字的草书写法 在讲草书之前呢 顺便再说一下 董其昌在写新书的时候 就这气字 有另外一种安排 也挺漂亮 大家也可以参考 也可以使用 就是他这样写 上面两个口 没有问题 这长横 然后这片写的很短 这一下写的很长 调起来 然后在这写一个口 在这写一个口 用这种方法 再看一遍 就这种气的写法 笔顺着不同 还有人这样处理 就是写完这长横之后 写完这一片 马上就写这个口 然后顺着下去 再写这 再写这 这样处理也有 还偶然我见到过前人 不是名家 但是见过前辈 有人这样写 这一片直接出来 到这么长 然后 这也出来 在这个地方写两个口 这样写也有 但是 我更推崇前者 就是前边 只写一只大字 不写后边这些写法 因为在认读上 稍稍有一点困难 好的 我们现在最后 给大家介绍草书 草书简单到 四个口 用四个点来代替 注意看 点 点 中间有个弓 点 点 气 机器的气 气局的气 气民的气 就是这么简单 如果你对草书没有研究 肯定不认识 注意看 点 点 点 阉格地讲 上面那个两个点 离近一点 但是不能太近 太近成草头了 这两点 成羊角形 这不是这两点 它用这个 距离稍远一点呢 它代表两个口 省事到这种程度 点 点 这看来 不是草头 也不是羊角形 那两点 然后中间呢 就是这样一带 底下这两个点呢 稍稍比上面两点宽一点 也表示下面的沉重感 就这样 好 我写快点 让大家看 再唱一遍 再唱一遍 就这样 所以这个草书的气字 基本上就是这种写法 偶然有别的写法 就不重要 我们首先向大家推荐这个 孙国庭 王熙之等等 赵母夫等人 都是这样写 大家呢 了解一下就行了 天老师 我们知道今天的这集讲座呢 已经是我们百集系列 讲座的最后一集了 那么在今天的这个讲座当中 您希望和我们的网友说些什么呢 感谢各位网友和书界的通人 从五月份 五月初我们开始一直坚持到现在 整整搞了一百集的书法讲座 题目叫每日一题 每日一字 各位网友给予我极大的关心和爱护 并且给予非常有力的支持 很多的鼓励 我都当做鞭策了 非常感谢大家 一百集讲座到这里呢 暂告一段落 但是呢 确实有网友提出来 希望再增补 五十集 一百集 甚至还有朋友说 再讲一千集才好 这是对我的鼓励和支持 我真的是非常领情 可是我向大家暂时告一日假 就是我确实最近有很多 必须要做的事情 我今年以来连续地接到了 台湾方面和英国方面的邀请函 让我去到台湾和英国去 搞学术交流 搞书法展 和一切的其他有关这方面的活动 英国的爱丁堡大学 他们那个拍表是我用汉字书写的 爱丁堡大学 今天是八月九号 现在的时间是 差二十十二点 那么十二点钟的时候 我要赶回南海大学去接待爱丁堡大学派来的使御者 我们要详细磋商一下去英国的一些议程 我为了要出境访问和这个搞学术交流 我呢无论是从书法作品上 还是一些学术资料方面 我都要做一定时间的安排和准备 因此呢 我们的一百计讲座 暂时告一段落 请注意是暂时告一段落 在今后的时间 各位网友 各位同仁 可以随时的 有关书法方面的 理论性的东西也好 技术性的东西也好 是现实的一些问题也好 都可以拿出来 咱们随时的交流 切磋研究 我一定及时的解答朋友们的提问 有时候可能是以图面出现 有的时候是以文字出现 我一定还继续和大家保持紧密的联系 这是我要说的几句话 另外呢 再告诉大家一个信息 就是说 在这一百计讲座以后 北方网这块宝地 将把我在1997年到200年 这三年当中 我在天津电视台 录制播放过的五十集讲座 将在北方网录续播出 为了满足各位网友通人的这个要求 其中有二十集 是我的凯兴草书法作品 讲序 讲序与演示 因为我们现在讲到单字 大家希望能看到整篇的书法作品 我将以凯兴草和掩体 照体 欧体等等书体 分别的系统向大家介绍 书体的变化和作品当中 所应该知道的 应该懂的一些技术和常识 另外还有三十集呢 就叫做欧凯临池 欧凯临池是我从一点一画 整体的介绍欧阳草的凯书书法 这个一个集中的三十集讲座 这三十集讲座 曾经被某些个单位 曾经盗版过 他们出的东西支离破碎 不足为取 那么大家呢 看北方网播出的 这是原来的最正规的录像 同共大概是七百五十分钟 三十集 加上千末说的二十集 同时五十集 大家呢 再多提意见 都给我支持和帮助 最后呢 我和大家说 真切的感谢大家 对我的支持爱护和帮助 我要代表我们北方网 每日一题 每日一字的全体的工作人员 向大家致充高的建议 各位网友 各位同仁 我向大家再一次表示感谢 最后我说 网友们后会 有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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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